Hello大家好我是王刚 最近有很多粉丝给我发私信说这个白萝卜 为什么会总是买到黑心萝卜 也提出了一些问题 黑心萝卜是怎么样形成的 它能吃吗 如何正确识别黑心萝卜 能够在这个干燥的季节推出一些简单食用的萝卜主题菜吗 同时也强调了一下越简单越好 这期视频呢我就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如何防止买到黑心萝卜 顺便教大家做一道家庭必备的萝卜菜 好废话不多说 咱们市场走起 好了白萝卜咱们已经买回来了 我现在开始跟大家介绍一下如何挑选萝卜 咱们这个萝卜买回来了 首先我们看一下它有没有这个地 萝卜地 如果没有萝卜地的话 它可能是放了很久的萝卜 一般来说的话 这个萝卜放了很久的话 它都容易坏 然后它都会变成黑心 还有一个呢就是短时间内 它这个上面的水没有干的话 放太久它里面也会坏 我们买萝卜的时候一定要看这个表面 一定要白 然后要有虚 有这种虚的 它才是新鲜的萝卜 然后粉丝们还问了 这个黑心萝卜能不能吃 然后我现在明确地告诉大家 这个黑心萝卜它是不能吃的 吃完了这个黑心萝卜的话 会容易细胸感染 对身体健康有很大的危害 今天我们的萝卜就介绍完了 那我们开始做吧 清洗完了之后 我们把它切成萝卜片 然后我们再加几根葱 这个葱的话 它的作用呢就是一个消洋的作用 我们这个葱把它切成葱段 然后咱们再加一块姜 加姜的目的是去寒 现在我们来开始制作 首先把火打开之后 在锅里面加入一点水 大概的话半盆就够 我们先等这个水烧开 烧开了之后再把白萝卜放进去煮 煮的时候呢 我们来做一个蘸水 我们这个蘸水呢就比较简单 就放一点葱头跟这个大蒜 辣椒就可以了 把它切碎 放到碗里面 然后这个大蒜拍一下 再碎 现在我们来开始调味 加一点点盐 加几颗白糖 加一点生抽酱油 酱油可以多一点 这样子才够味 喜欢吃辣的可以加点辣椒油 也可以加点香油 现在这个水快开了 我们就把这个萝卜放下去 萝卜放下去的话煮个六七分钟就可以 然后把这个姜也放下去 这个萝卜呢已经煮开了 但是我们要加几颗花椒进去 三四颗就可以 然后这个花椒的话加进去是驱寒 现在这个萝卜呢已经煮了大概五分钟了 那我们把这个葱段放进去煮一下 葱段下去大概煮一分钟就可以 然后这里一个小窍门就是 我们这个汤调味必须到最后才放盐 一般放两勺盐就做了 OK 装火 放菜 哇 好像 这个汤呢其实是给感冒人士喝的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感冒的话 就用这个萝卜蘸这个蘸水 也非常的好吃 而且呢还特别的简单 今天呢这个做菜的这一步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好的 拜拜 拜拜